各位同學,聽好了,在這個聽力裡面的地圖題裡面,它只要是講過的地標,它永遠不會再出現了。老師再說一次,它只要是講過的地標,它就永遠不會再出現了。 所以說以這邊來講的話,這就回到說我們在這個部分的這個起始點的這個部分,為什麼老師會說,會要就是說跟同學提醒一下,就是說提醒說我們在這個起始點一定要是非常注意的。 就是這個非第一題的起始點,非常注意,因為為什麼我們可以早點就是把它給cross out。 所以比如說,各位同學,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等一下要去做這個map。 所以也就是說,各位同學如果是一講過這個engine room的話,比如說他一講這個engine room的話,那它永遠不會再出現了。 再說一次,它永遠不會再出現了。他不會再回去再講。所以說,那這就變成是說我們可以用在我們這個技巧上面。 什麼技巧呢?就是說,只要是他講過我們就cross out,cross out,我會打個大叉叉。 然後眼睛膠頂就不會永遠就不會看那邊了。所以也就是說,這種解的技巧使各位考生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做到越後面。我再說一次,做越後面就越有力了。做到越後面就越有力。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因為他的這個各位同學這個焦點,這個焦距,眼睛看這個焦距的那個範圍就越來越小,越來越縮小。 因為他老師還是老話一句,他講過的那個資訊他不會再講一次了。 好,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老師打一個星星, because this is actually ultra important here. 然後,information will b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numbers. 再來是說,他會造的順序,他除了這個提示點,因為他其實都是造的順序。 So,in that case,it's actually different from multiple choice, sorry,not multiple choice,form completion, personal form completion,我們這個自我訊息表格的定義,他有可能會做出亂序的這個動作。 好,no completion,也有可能會做出這個亂序的這個動作。但是呢,我們這個map labeling,他就不可能會有這種亂序的情況。 所以各位同學是可以安心的去,就是說照著他的順序去做這個介題的這個動作。 ok? 你看這個地方也是很重要,老師在打一個星星。 A lot of time,right? There will be endless talking between answers,ok? and this is actually very common,ok? 以這邊來講的話,其實在這個下一堂課裡面,special in section 4,ok? 其實在這個,我們今天是這個第五講,那我們如果做到這個第六講這個部分來講的話,老師會開始去講解這個diagram labeling,就是圖表題。 其實就是大同小異,我們這個解法是大同小異,但是只是說,ok?比如說像在這個,我們在這個圖表題裡面,diagram labeling裡面,ok? 我們在這個endless talking,其實是,ok?是非常非常常見的一種情況。 那這也是會是造成考生的一個恐懼。 什麼意思?就是為什麼會造成考生的一個恐懼感呢? 就是說,如果今天啊,同學在這個雅思上面沒有準備好,然後就是貿然上場,去考這個定義的時候,你可能會比如說做到這個,做到這個第十四題好了。 然後突然就是覺得說,奇怪,為什麼第十五題這個答案一直不出現。 然後一直等啊等啊,然後就是說第五十五題還是不出現。 那各位同學可以,就會慢慢的會會會, 考生就會慢慢的開始緊張起來了。 然後開始緊張的這個過程中來講話,好,可能就會去開始就是,好,開始去看下面這一題,好,看十五題,好,看十六題。 然後再回去看第十五題的時候,那那個人才剛講第十五題的答案。 那考生可能會覺得說,欸,剛好像講第十五題答案。 然後再回去看第十五題的時候,第十六題又講了答案。 所以就變成說整個,好,就是說全盤皆輸。 那有時候就是考生是因為這個樣子。 那就變成是說整組題目來講的話,就是說幾乎都是錯的。 好,這個是一個就是說我們在考這個,好,這個地圖題裡面一個蠻大的一個問題。 這是個同學,好,一定要去做這個掌握這個動作了。 ok,就是說,其實這邊比較偏注意事項。 比較偏這個注意事項。 As opposed to, you know, a real test-taking skill. ok? And then, let's go out and take a look at this. Last thing I wanna talk to you guys is this.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s right to the blank already being labeled to predict the incoming answer. ok? 那還有,各位同學還有就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alright? 好,我們的這個,好,就是說這個part,ok? 我們在這個landmark,其實應該是landmark,好,高同學可以,可以,好,就是說幫老師去做這個修正的一個動作。 好, as supposed to be, as supposed to be parts, instead of parts,ok? What I mean is really more of like, well, in this case, landmarks,ok? Landmarks. OK? Pay attention to landmarks right next to the blank, already being labeled to predict the incoming answer. 所以同學,我們在這個地方來講話,老師從第一堂課就教各位同學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我們這個所謂的定位,定位,ok? 那定位的這個過程上面來講的話,各位同學可能會覺得說,欸,那你這邊來講的話,那它是一個圖嘛,一個地圖,right? is actually a map,那又沒有說很多字啊,或是什麼題幹什麼的,我們要如何去定位? 同學還是可以的,ok?我們定位的方式是就是這個樣子,ok? 我們定位的方式上面來講的話,就是是同學空格,我們的那個克漏字旁邊的,克漏字旁邊的這個質詢,旁邊的這個地標,就是各位同學定位的這個點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說它這個音檔裡面它提到這個,你要你那個克漏字90旁邊的那個地標的話,那就表示說答案要出來了,好,答案就要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在地圖題同學也是可以做出這個定位的這個動作了,ok? 那比如說,那我們如果是在做這個,好,這個第15題的話,那如果它提到什麼,the work office,the car park,the entrance,或是這個toilet的話來講的話,就表示說它答案要出現了,它答案要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定位這個動作,ok?所以,比如說我要去做這個第15題,我就會趕緊去, 注意這個car park entrance跟這個toilet,然後再搭配就是說它的方向 方向詞,老師剛剛所說的這些方向詞,都是我們要注意的這個的一些點子,ok?一些點 ok,so,克漏話我們就直接來一題了,這邊這一題來講的話,其實它難度是頗高的,所以各位同學如果錯的話,就是說錯很多題的話,其實也不用灰心,而且這個是,也是我們這個技巧 第一次去做這個,好,練習的這個動作,來,我們就開始去,好,再聽一下這個音檔,get ready,ok? alright,get ready for this question here,ok? 注意,好,解題技巧,好,我們在這邊這一,這一組題目裡面這個解題技巧,首先我們就先看一下,好,這個,好,他說,write no more than two words,ok?so, focus on this one,alright,ok? OK,alright,so,that's the case,alright,let's focus on this one,okay,alright,okay,alright,okay,here we go,alright,let me go ahead and play the audio file Now listen,and answer questions 14-20 Now I'm going to give you a plan of the site,and I'd just like to point out where everything is,and then you can take a look at everything for yourself I'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river,which is on the left,and of course,running along the bottom,is Woodside Road,got it? Okay,now,we're standing at the entrance,see it at the bottom,and immediately to our right is the ticket office You won't need that,because you've got your group booking,but just past it are the toilets,always quick to know where they are In front of us is the car park,as you can see,and to the left,by the entry gate is a gift shop That's where you can get copies of the guide,like this one here Now,beyond the car park,all the buildings are arranged in a half circle,with a yard in the middle The big stone building at the top is the main workshop,that's where the furnace is,and where all the metal was smelted,and the toilets were cast,as you'll be able to see Now,in the top right hand corner,that building with bigger windows is the showroom,where samples of all the tools that were made through the ages are on display In the top left corner,is the grinding shop,where the tools were sharpened and finished And on one side of that,you can see the engine room,and on the other is the cafe,which isn't an antique,you'll be pleased to know Though they do serve very nice old fashioned teas The row of buildings you can see on the left,are the cottages These were built for the worker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and they're still furnished from that period So you can get a good idea of ordinary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cross the yard from them,you can see the stables,where the horses were kept for transporting the products And the separate building in front of them is the works office,and that still has some of the old accounts on display Right,if anyone wants a guided tour,then I'm starting at the engine room If you'd like to come along this way please,ladies and gentlemen Ok,so let's go ahead and take a look at this part here Ok,so if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part,what I want to tell you is this Ok,so here we are,take a look at this Ok,so here,if you focus on this part here 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地图上面来讲的话 各位同学,当我们再继续听他的这个开头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的是说,他的这个第一题的确并不是实在 好,他的这个其实点,其实并真的是并不是实在 好,这个第一题上面,这个第14题 Ok,我们再听一遍,那老师会再跟各位同学run一遍 好,我们这边这个,这边这个题目,这边这个题主这样子 Ok,alright,so let's go ahead and listen to the audio again Ok,let's go ahead and listen to the audio Ok,here we go,alright Now listen and answer questions 14 to 20 Now I'm going to give you a plan of the site and I'd just like to point out where everything is and then you can take a look at everything for yourself I'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river Ok,好同学,I'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river I'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river 所以各位同学,你看一下这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I'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river 以这边来讲的话,以这边来讲的话 If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part 所以我今天我如果是考生的话 同学,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第19题 就完全不会再去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完全 不会再去回到这个地方 他永远不会再去讲river 然后我们身为考生,我们就是不要再去看这个部分 所以一开头来讲的话,同学 我是考生,我就是 我在这个地方讲话 讲完I'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e river 我马上滑掉 然后我们这个眼睛马上就看这个第14题 这边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第14题的这个部分 Ok,所以就是由老师所说的 我们做的越,他讲的越久 ok,所以对我们这个考试的这个过程中就越有利 因为我们这个焦距就越来越小了 我们要去看的那些的那个部分 好,那个地标 这个范围就越来越缩小了 ok,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好,然后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再去好好的去 运用我们这个解题技巧 基本上就定位 定位,然后再加我们这个 direction words,我们这个方向性的那个词 我们这个方向性的那个词 Let's go and take a look at this part ok ok,ok,here we go Let's take a look 好,再看一下这边 which is on the left and of course running along the bottom ok,同学 running along the bottom 所以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在猜他应该就是要去讲第14题了 他说bottom吗 ok is woodside road got it? ok,alright is woodside road woodside road ok,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14题了 ok,so here we are we have this,this thing,right number 14,right that's what woodside wood side ok,所以同学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一题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好,这个答案就是woodside 那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how do I even know how to spell it ok well the thing is that well students what I want to tell you is this you just really have to know how to spell it let me go ahead and repeat you just have to know how to spell it because there were not a lot of time most of the time they were not spelled out well the name of the road like at all ok,right so that's the case right here ok so then in this case what should we do alright 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老师身为这个 雅思 就是说教练来讲的话 那 这边其实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其实老师是native speaker 所以以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i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bit unfair not just a little bit but really unfair really unfair for well taiwanese students or ju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general because you know they just don't have the well the resource or well the thing is that they just don't have the background of the fact that they that they're raised or left in a foreign country in western country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所以以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他的那些规律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会让 考生 就是说 对于考生来讲都是很不公平的 那 其实这种比如说 如果说 台湾来讲的话 他是 如果他有这个 好 就是说台湾雅思的话 那以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 那 各位同学想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一个外国考生 他要考这个所谓的 台湾雅思 那以这边来讲的话 他就 听到这个音党上面说 那在你的左左边是 中山北路 OK in this case OK 那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对这个 这个外国考生也是 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OK so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 那重点就来了 那 到底要怎么办 就是说又不知道说他的规律 那其实老师先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常见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 他会去用上 绿地 OK 就是比如说以这边来讲的话 他去用上 绿地的一些 物品 物质 这样子 那请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 word OK 树林 那讲到树林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 forest OK F-O-R-E-S-T 或者是 F-O-R-R-E-S-T OK 他有可能这个是这样写 forest OK right 他有可能是颜色 或是什么 或者是rose OK 老师有听到rose road OK rose boulevard rose street OK 那他也会蛮常去用上颜色 black black street OK green red 之类的 然后也是蛮常去用上东西南百这个方向 比如说northern boulevard 北边大道 所以 这个都是常见的 这个就是说外国的这个路名上面的一些名称 那当然 就是有些都是说真的是 就是说你 你真的是要去在外国住了一段时间 才会去熟悉他这个外国的这些路 路名了 那不用担心 你这边来讲话老师 花了几年的这个时间 终于把这个路名整理出来 就是说 提供各位同学去先行去准备好 去把它寄好了之后 我们在考场如果是有这种突发状况发生的话 就不会产生一种就是说 一种窘境 就是说无法去 根本完全就不知道说什么 就像凭那个名称了 ok i'll give it to you don't worry 老师已经会把它排进 就是说我的这个 就是说教案里面 在前一堂课就会去介绍 各位同学 介绍给各位同学 就是说这些就是路名 就是说亚斯会曾经 亚斯曾经出现过 然后亚斯会出现的这个路名的一些名称 那这边来讲的话老师是花了很久的时间 就是说 他是到了 就是说我们是 其实是到了这个 就是说他 有重复 一直在重复 老师才停止做这个整理的这个动作 ok 就基本上来讲话已经是没有例外 好我才会我才停下来 说吧 这些素材 是 想像我一样 想一样 带 Thanksgiving